白車駕駛在巷孔停等紅燈 下一秒綠燈直行 這是右邊突然衝出一輛轎車 和他告訴對撞 直接男子被對方追撞 往前滑行 兩輛轎接著失控 再衝進棋樓 卡在柱子動彈不得 驚悚車禍發生在30號凌晨2點多 台北市信仪區 白色轎車車頭毀損 前保險桿掉落 引擎蓋嚴重凹陷 露出裡頭零件 車內安全盡量通通爆開 佔有先鴻血跡 附近民眾聽到撞擊聲 全都嚇壞 警方調查 肇事的零星男子 經過路口強快闖紅燈 重量執行的陳馨駕駛 害得自己骨折流血 同車乘客頭部挫傷 陳馨駕駛被撞 連同乘客手腳擦傷 這一撞害得四人受傷送醫 經檢測雙方均入酒駕情形 令駕駛與乘客均有受傷 傳過駕駛把愛車撞成這副模樣 警方對他酒測沒有喝酒 但除了違規闖紅燈 還要負擔雙方修車費 代價可不小 記者經維中 彩駕報導